国庆乡养殖水路超过百年历史 主要集中在南港村一带 路农以有机的玉米及牧草为饲料 并不断提升养殖技术 除了完善的卫生防疫认证之外 地理环境的优势 也是国庆乡路融远近殖民的重要原因 我们一般这边来吃的话 就是像牧草、桑树 还有一些大榕树叶 还有玉米 像我们羊路我们都不用荣药了 所以整个大环境会很安全 而且鹿它对荣药 尤其对有毒的东西非常的敏感 包括抗生素它们都没有办法承受 鹿荣掉都会在春天的时候 那个硬脚掉了以后开始长鹿荣 倒可以采收一般来讲平均在70天左右 那如果鹿荣是大堆的话 它可能会到80天、90天 雄鹿头顶所长尚未骨化的幼角 外皮绒毛内充精血 俗称鹿荣 采荣过程透明化 食用有保障 消费者也不必担心售骗上大 每年的2到6月份是采收季节 总是吸引诺意不绝的采购人潮 看它哪时候它会通知你 它们都很实在 不会也是很辛苦 确实也认得它们很辛苦 我跟我先生也接吃鹿荣三四年了 身体会比较好 免疫力也会提高 对尤其是对骨骼筋骨都很好 进口鹿荣冒充股货 谋取暴力 消费者难以分辨增价 建议消费者 可以直接与养路户下订单 亲自到现场选购油脂鹿荣 避免到观光景点购买 以免花约忘钱 现场采收 新鲜绝对看得见 需要的民众可以一通电话 不知道的话还可以问我们 询问我们乡公所这边 我相信都有充分的资讯 可以利用这段路纯旨 六郎开始在修行的旗艦 像我们这一个旗艦 可以用的国乡 来南港船采购 可以够留自己的身体健康 也增进我们国乡方面 我们落榮的收入 副议长潘一泉表示 国庆乡空气好水之家 来国庆乡除了购买鹿荣 了解水路产业之外 还能品尝当季琵琶 草莓及国庆油脂咖啡 民意新闻侯一伦 国庆乡采访报道 请订阅 给大家看